美国的大骚乱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这两天 媒体们铺天盖地的介绍这场骚乱 而且得益于新媒体 有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拍了很多小视频 让我们能切身感受到 今天的美国是多么的水深火热 当然根本原因我们就不谈了 很多媒体做了各种各样的解读 我们也清楚特朗普总统的上台 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 是这场骚乱的根本原因 而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直接原因 这场骚乱的直接原因 它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呢 是一张20美元的假钞 是的 这位悲惨的黑人嫌犯 他拿了一张20美元的钞票 到一个小卖部去买东西 小卖部的店主呢 怀疑这是一张假钞 于是人家报了警 美国警察来到之后看到 哎呀 这是一个黑人大汉啊 而且他不服管 没办法 你不服管 我就得好好管管你 于是四个美国白人警察 用自己的膝盖 生生的把一个黑人压死了 最终导致了这场大骚乱 也就是说 如果这位黑人嫌犯 他不拿20美元去买东西 店主不认为是假钞 不报警的话 这就没有悲剧了 但是人生活在社会上 你买东西就得花钱啊 你能让我不花钱吗 可以啊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这两年我们的生活 这两年都得揣钱包的人越来越少了 甚至兜里揣钱揣坎的人都越来越少了 甭管您是去这个五星级大酒店 超豪华大购物中心 还是就是在地摊 买颗葱 买把蒜 买个煎饼果子 很少有人拿钞票啊 很少有人像以前那样掏出一叠钞票 还得点 还得找零钱 然后花钱买东西啊 我们中国人这两年早就习惯 拿手机买东西了 而美国 美国不是这样 美国按照理讲 比我们发达的多得多 但是美国人民今天 还是要用钞票去买东西的 所以这位黑人嫌犯 人家拿着20美元的现钞 到这个小卖铺买东西 而作为小卖铺的店主呢 他可能也挺苦恼 他为什么咬定这20美元是假钞呢 因为可能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中 经常收到假钞 所以他可能有检验钞票的工具 他一检验 感觉这个是假钞 于是人家报警 人家这个店主没有做错呀 可是如果是另外一番景象呢 如果美国跟咱们中国今天一样发达 到处都是无现金支付 老百姓早就不用钞票了呢 如果这位黑人大汉 是拿着手机到这个店里 手机支付 手机支付有假的吗 没有假的 手机支付没有假钞 那么自然这个悲剧的导火索 就不会出现 也就不会有这场大骚乱了 有人说哎 甭管他拿不拿假钞 甭管他是不是手机 现金支付 美国这个种族矛盾是根深蒂固的啊 美国不因为这个事有大骚乱 也会有另外一个事大骚乱 但问题是咱们能减少点悲剧的发生 那就减少一些啊 尤其是在美国黑人白人之间的对立 一个白人店主如果收一个白人递过来的20美元呢 他可能觉得哎呀 应该是真的白人没有那么多罪犯 他接到一个黑人递的20美元呢 他可能就觉得哎呀 黑人有很多罪犯啊 再看这个人长相这么恐怖 他有没有可能是假钞啊 哎 人家就多一分戒心 哪怕是真钞 他有可能也认成是假钞了 所以啊 对于美国来讲 你怎么就不能先进一点呢 这样说不定你这场悲剧就真能避免呢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